这个大韩民国的这个新的总统 这其实大家说的是亲美派 之前我不是说是根据那个奥运会 看奥运会 56个民族里面超线族穿的衣服 其实也不应该说是亲美派 它属于保守派吧 对吧 然后呢 其实我不想说他这个新总统的这个经历啊 我其实有个 我还是有个这个中国梦 梦想 就是说能不能 因为现在这个亚洲局势啊 现在你看这个整个世界局势 现在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我们能不能结合联合日本 韩国 这东亚 这三国 一起呢 从这个远东来 获取这个俄罗斯远东的地区 同时我们也恢复我们以往的荣光 国土的荣光 当然了 你说这个日本和韩国怎么调节呢 跟日本有共同利益 之前不说了 北方四岛 对吧 北方四岛 那他说是他的 那就是他的 那你得把掉野岛和台湾问题不能插手 然后呢 我们这个共同可以共同 开发远东 包括海森碗 海森崴 那念崴对吧 然后跟韩国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呢 就是 它不可能它一个国家站 对吧 它也接受不了这么多人呢 朝鲜半岛呢 可以中日韩 包括美国 一起 就是能从经济特区那样的 人民呢 我觉得啊 如果就结合到咱中国 咱可以做一些人道主义的这种援助 把它的那些难民啊 运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宁夏 回都自治区 像这个云南的沙殿 包括新疆 把这个朝鲜族运到那边 你可以让那个韩国的传教士呢 去那边传这个 新教也好 基督教也好 天主教也好 对吧 不是基督教里就包括天主教 他说有很多教派呢 去那边 你跟这个 哎 比较一下 跟伊斯兰教哪个好 同时呢 你有那么多朝鲜族的人过去了 你是不是韩国 韩子企业也会 相应对 对那个咱西部地区进行投资啊 这不就引进外资了 对吧 促进当地 民族融合啊 然后呢 慢慢的就是 大家形成一种中华文化圈嘛 大家可以相互的学习各自的语言 我是这么认为 当然这个梦想 对吧 那个东亚文化都是相互保守的 它不像这个欧洲一样 其实 说的是这个同文同宗是怎么样的 其实变化还是蛮大的 远东地区永远是东亚人的远东 雕童融合啊 有岛